五八同城的事还在发酵 上周突然爆出来 有人本来是在五八同城上找了份保安的工作 结果却被绑去了柬埔寨做电信诈骗 因为秉着中国人的良知底线 不愿意骗自己人 惨遭虐待和殴打 然后柬埔寨的犯罪分子又想贩卖他的器官来捞钱 在血型的配对过程中呢 却发现他是稀少的熊猫血 后面就出现了惨无人道的血弄事件 而这整个悲剧的起因 据受害人说 都是源于五八同城上的一条招聘信息 虽然五八同城回应血弄事件说 没有查到受害者李某提及的企业历史发布的招聘信息 但天下苦五八同城久已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甚至有人说 互联网上的骗子有一半都聚集在五八同城上 我查了一下 就不说这第三方平台上接近一万条的投诉信息了 光是在裁判网出网上有判决的案例 就有2674篇 受害者曝光的在五八同城受骗案例 简直是五花八门 严重的事件就是像这次曝光出来被骗去国外 强迫从事赌博诈骗等等违法犯罪活动 还有更多的是像什么防水捕漏 找工作被骗钱 租房搬家这些事情 在五八同城上都有大量的骗子发布的虚假信息 央视网新华社也都曾多次报道过 更糟心的是 就算很多人在五八同城上被虚假信息骗了 也不敢把事情闹太大 因为无论是租房搬家还是维修 都涉及到大量的私人信息 受害人担心遭受骗子报复 往往会选择息事宁人 所以奇葩的一幕就出现了 五八同城老板尤静波的微博评论区 成了用户泄愤的地方 全是什么骗子诈骗 虚假信息退钱等等 其实像五八同城这样骗子遍地跑的情况 也不是现在才突然出现的 之所以十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 是因为五八同城的运营模式决定的 五八同城他只是一个信息平台 负责把商家的各种需求和服务搬到平台上 然后利用平台的流量为商家去匹配需求 五八同城要通过商家交纳的会员费 以及提供竞价排名服务来赚钱 也就是这种模式的毛利率曾一度高达95% 对于五八同城来说 商家才是真正的金主 如果要大力的去打击虚假信息 一方面是信息少了 收入会大幅下降 另一方面是为了打击诈骗 要增加更多真金白银的成本投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五八同城 十年如一日的骗子横行 21世纪不动产总裁卢杭 几年前就说过 打个比方 北京一共也才10万套在收房源 五八同城上面就放了100万套 要真是全搞真实房源 那五八同城的收入起码减少一半 而我想说五八同城这么多年的存在 真的应了那句当年的广告词 五八同城一个神奇的网站